发酵之后如果爆量 你千万不要再去追了 因为它既然是轮动的 如果这个量爆得特别的大 那么利多消息以来 爆发都摊出来了 所有的电子媒体 也都在爆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追 或许就不是一个恰当时间点 你可以趁着它时间没有到之前 做一个提前卡位布局的动作 反正我等到那一天 报纸上或者电视上 一定会有这些新闻 一定会谈到这些股票 这叫做作响七成 比你看到再去追 要好的是第一个 那么选股的时候 最好是选什么呢 股价刚刚好站上月线的 这一波月线或许在整个 579年拉回过程中 有些股票跌下来 但是它月均线翻上来了 那么翻上来 股价又刚好在月线的附近 在附近的时候 这个时候买位阶不叫太高 你就不至于去追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说相对强势的就是说 这一波拉回的过程中 它根本际线就没有转弯过 际线持续上升 股价在际线这边 就获得适当支撑 而月线的乖离又不大的 那么这些股票 基本上你都可以去做一个 布局进场的动作 这是在选股方面 那么再接下去 我们看后面 均线多头排列 关于你不大的股票 你可以去选它 那么如果说符合我刚刚讲 这些条件的个股 它刚好有族群性 这一支股票 大概有七八支股票 它都是在月线附近 月线上升的 季线回升的 多头排列的 它同属一个族群的话 那么这一个族群 它就必然是 那一波的主流股 那么这个主流股 它跑一定会比人家快一点 这就是投资朋友 去选主流的时候 另外这一段时间 肢解法人买的股票 那么作为你优先选金的对象 我们再看下一页 下一页到底是哪些类股 跟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展览有关系 题材有关系 点出来 半导体 半导体的设备 物联网族群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 IC设计等等 再来工业电脑 穿戴式装置 NB 这跟刚刚后面接续的展览 都有关系 然后下游的相关零组件 苹果供应链 软体跟云端相关的 一些电子股 这是在电子股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面 都有前前后 有展览一个接一个 我们再看后面一页 这是两岸 货帽谈判的内容 金融环保工具机 跟航运 这四样是属于 货帽谈判的内容 而工具机 另外有工具机展 汽车零件 有芳兰克福展 那么另外 它要去打亚洲杯的 这个军酒银食的 所以这些 菜色很多嘛 所以说九月份 不会寂寞的 题材一大堆 然后这一次 很多空手的投资朋友 也很多 刚刚主发也提到了 融券又在上升 所以九月份 投资朋友们 在这些题材里面 去寻找股票 就是现阶段的 操作策略 OK 好 非常谢郭同志长 他已经把整个市场 聚焦的一个重点 都帮投资人 跟观众朋友 这个带过来 下个阶段 蜀方分析师 马上回来告诉大家 从操作策略面当中 投资人该如何来掌握 这个操作的节奏 我们这个时候 是要积极一点 要拿出美国队长的勇气 还是应该要用 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跟策略来面对 接续下来的 金酒银食 待会告诉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让我穿 就是那1.9亿5秒 改变了我的人生 而且在让世界感激了台湾 虽然台湾的世界地图上面 还是小 但在我们心中它很大 我是林梦兴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挑战世界 T-Star 台湾之星 挑战4G最强覆盖率 颠覆你对行动的定义 治疗香港脚 如果忘记擦药 就会 疗梅书 一次疗程 要效深入脚之层 13天不中断 彻底杀死梅菌 只擦一次 不怕忘记 香港脚外用药领导品牌 疗梅书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机器人旗号 我们将一人类来取代你 目标 拜维加 独特维他命B群发泡钉 能提升人类表现 拜维加 好厉害哦 说得比较好厉害 我来试试看好不好 真的吗 拜一拜一拜一 辣菜 小年诶 平常是要保佑了啦 这个症状羊桃汁 好喝到的特技哦 纯正好滋味 一拜一拜两拜一拜 成交 皇权症状实在经典 我不安 我感到非常不安 不安 喝了 我的身体我的心都会感到不安 不怕 不安 你瞧 这不就安好了吗 水烟净水器 以高密度活性炭过滤 搭配高效能子外线杀菌 双效率起 安热水烟净水器 让不安如烟散去 十元追加净水系列 现在买 3M UVA全系列净水器 加码再送一年份 滤行灯夹 3M 到底为什么要分开 分开有平板的方便 结合有平板的效能 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结合 Aspire Switch 10 2-in-1平板笔电 搭载Intel Inside Acer 今夜无比的效能 首选Intel Inside 现在买Aspire Switch 10 加码送64G SD卡哦 好 我们把握时间 那指数已经站上了9500点 投资人士还要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迎战万点的挑战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盘的日线图 台北股市真的题材很多 可是如果说你每一天跟随这个题材去做操作的话 我觉得你头会很痛 为什么我在这边做个举例 这个盘打出底型 这三根红棒都是金融股 都是金融股 每天都可以标示谁在刚演出 金融股跟传产个股 然后再过来呢 大家就可以发觉到面板个股 到今天里面 大家可以发觉到是什么呢 是变成半导体的个股 那如果你每天都追随这根长红棒里面 今天长这个 明天长那个 那我觉得你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它常常长一天就开始休息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讲的一个操作策略来讲 不但在今天里面会帮大家操作策略 规定出来 弥定出来 规划出来之外 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在一些的个股上面介绍给大家 我们先来看我的操作策略 第一件事我们说台北股市 本来在这个行情之中 就是两种操作 一个抢跌身的反弹 一个抢很强的一个模式 那跌身的反弹 我的定义 我个人的定义是 只要它的季线即将下弯 或已经刚刚下弯的个股 甚至年限可能要下弯的个股 我都称之为跌身的一个反弹 那在这种情况最终里面 你仍然要保持着什么 保持着有赚就跑的一个心态 去做因应 或是你买进去了 因为你说你被套了 你套很深 你买进去之后 你就设第一只脚的最低点 或是曾经在本坡里面出现最大量 区间的下源 当作你的出场参考价 这次你要抢跌身反弹 还是要保持警戒之心 我只能这个时间点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在这市场够久 有时候跌身的反弹 你没有跑 结果它随着时间过去之后 它又开始盘跌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到就是 刚刚郭爸有谈到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多方架构的 就是说所有的均线 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五日均线 全部都是翻扬向上的 那这个叫做多方架构的个股 可是多方架构的个股 又分成两种 它是沿着五日均线去做 还是盘间的格局 我现在先把这个部分定义成什么 盘间的 就它不是喷 再喷 再喷 它会涨涨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的一些的个股 那我会建议大家才两个阶段 就现在里面 为什么这个行景呢 到了9500点 量又更小了 今天只有800多余 很多人就是 把它当跌身反弹 买了 有赚就跑 跑完之后它又涨上去了 那怎么办呢 我会建议大家 它才两个阶段式的操作 好 两个阶段式 对 什么叫两个阶段 就是说我预备买这一档个股 假设是20万 好 我先尝试先买10万 我先买进去 当作种子 活种在这边 先买进去 总比你被嘎空手好 那买进去之后 被嘎空手的痛苦也是 对啊 不然的话 你9200不买 9300不买 9400不买 9500 万一创新高呢 没有也是痛苦 所以你在这边 你要保持自己睡得着觉 就是你把一半的 这一档个股 我预备投入20万 先拿10万出来就好了 先买一档个股 先买一部分 就是你先买10万 当作一个种子 那它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它一定有距离到均线上面 它不会去做跌破 如果遇到 譬如说刚刚郭霸 谈到的月线支撑 量缩而不破 那个时间点里面 你再把剩下的10万块钱 再买进来 然后等待什么 等待它涨上去 再创新高的时候 你就呈现了获利 所以遇到支撑不破 你再布局另外一半的资金 这是什么 盘间的格局 就它的图形是这样子 大涨小回 但是低点越高 高点越电越高 但尚没有喷出形态的个股 这是这一种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里面叫嘎空形态 嘎空形态的 你说你上去了 你说你这边买了 下面再买 创新高你就卖掉 很抱歉 他给你嘎空 嘎上去了 也就是它是强很强 所以你这种个股里面来讲话 就是龙卷 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谈到 龙卷大增 而价强的个股里面 它已经是喷出形态的个股上面 我会建议说 你就沿着五日均线 或是月线的操作 但短期之中 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是要沿着五日均线去操作 破五日均线 因为它已经涨幅上来了 已经喷出了 你应该就走人 这是一种形态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法人买操的个股 刚刚郭爸有谈到 就是选什么 知检卷增 法人买的 或是知卷同增而价强 不要买价弱的 我还是强调 法人要拼绩效 没有再拼那个弱的 他一定越强的越拼 越强的 他拼绩效的心态会越浓 强强棍 对 强强棍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部分就是说 现在里面我跟大家讲说 在之前里面 可能很多人是在金融 在非电的族群上面是比较多 可是我们说 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 我们如果是做短线的人 他跟中长线的人是不一样的 中长线的人 他是遇到一个投资的价值里面 他就去买 但是如果你做极短线的人呢 你要按照资金的一个比重 也就是当如果电子资金比重 站稳到七成之上 他不是一天 他不是两天 他已经持续了一段的一个时间 今天我们刚才谈到 今天呢 已经是第三天了 在这种情节点里面 在之前如果你是金融跟传产比较多 你应该要拉高电子的一个持股的比例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资金的比例 你的一个放怎么一个放 9593未过之前 我们这回升应该会过9593 没有过之前 你应该呢稍微积极一点 把持股比例拉高到五成到七成 那五成到七成左右里面来讲话 我不管到一万点 或是现在是9500点 那很简单 你都还是有一定的持股比例 就每向上100点 你减一成嘛 反之向下一百点呢 你就增加一成 这个部分就叫弹性的操作 就是明权常讲的纯Q啊 或是风火轮的操作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 那你这样的一个操作上面 你有这样的规划 但是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讯号 你就不可以按照你这原来的规划呢 第一个 巨量式的长黑出现 现在涨都没有亮 突然巨量长黑咧 谁卖的 如果巨量长黑 第一天你还不用过度紧张 如果第二天直接跳空开低 走低 那很抱歉 这就是有人卖了 而且一定是大户出场 你就应该要去做减码的一个动作 巨量长黑当天不足为奇 隔一日持续的跳空开低走低 这个部分你要去做减码 好 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你的个股上面 我们现在谈到个股了 如果你的个股 它是融资增加 那很抱歉 我说如果这一次大盘创新高 很多的股票不会创新高的 今年高点已过 它是一个事实 如果你的股票是属于融资增加的 股价呢 它是弱势的 很抱歉 那就减码 然后呢 如果某一天的记者 问到我们的张顺和部长 或是我们的曾明中的主委上面 又该是 不再开始偏多 很抱歉 政策示警 减码 风向球要看清楚 你就要看清楚 你就减码 那另外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下去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出现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没有看到 外资的期货 如果外资的期货的空单 嘣 一声又上升到一万两千口以上了 这是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口以上 那很抱歉 那就代表外资呢 没有跟你玩真的 现在呢 你就还是要去做解码的动作 所以我们来看了这几些的一个条件的一个过程 去中里面 那现在大家已经说 哇 这么多的题材 那我们要怎么选股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针对 不管是第三季 不管是第二季 不管是在嘎空形态的一些的个股上面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会有重点提示的个股上面 来介绍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下节段回来 我们就检视一下 法人一个进出的一个动作 那包括这个资券的一个变化 还有呢 这个自营商 因为也被大家戳破了 有这个代超结税的业务 结税的业务 Under table Under table 我想自营商你们 但有时候 其实它是灰色地带 它是结税 它是合法的 我们还是要强调它是合法的 对 所以今天进出 就是动作又小一点 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据实引爆 千万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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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位达到2094亿 那融卷的一个张数透过镜面 今天呢增加了4185张 水位是44819张 今天资卷的一个状况 而三大法人的部分 外资今天捧场 刚刚已经看到 台积电是买超第一名 因此呢 今天买超金额 当然一点都不小了 有84.97亿 外资说卖就买 说买就买 这真是敢爱敢恨 另外投信呢 恢复了买1.38亿 那自营商过去 只有大股除全息 总是买不少的 今天呢 只买了8.34亿 这个是今天呢 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动向 那我们来看看 期货盘的一个变化 外资在今天有空单 继续增加了3930口 所以呢 进空单水位是 6268口 所以郭董事长 看到这个数字 其实也都还好了 也都还好了 其实外资这个空单数字 只是告诉我们 他并没有在这边 强力做大多的意愿 但是这个也不是做空 因为还是属于避险的性质 那么外资对台股来说 在过去这几周 确实是相当捧场 上个礼拜买超台股的金额 在亚洲股市里面 排名第一位 你可以发现 目前台湾台股 跟印度的金额 已经只差到几百万了 过去一直是印度 有一段时间 领先台股相当的多 那么市场也说 资金开始往韩国去跑 可是最近这两三个礼拜 不一样 又回到台湾来 我在节目中 前几个礼拜 曾经观众朋友有说过 外资当时卖电子股 卖台积电 卖大力光 他们是认为 法说会所释放出来的 一些利多 在股价上 已经有所反映 他们希望看的是 财报公布之后的一个发展 那么他们也在报告中 想了很清楚一件事情 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或者说科技股 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 相较于其他股票 有11%的折价空间 现在他们果然回来 买半导体 买科技股 所以从这边 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外资的暑价已经放完了 目前我们去观察 全球资金的一个流动 可以发现美国股市 虽然创新高 但是美股资金是流出的 那么欧洲反而是相对上 比较吸金 可是最吸金的地方 还是在亚洲 而亚股 台湾是排名第一位 OK 不过另外有个数据 就是借卷的一个情况 那借卷的一个金额呢 今天有高达96.86亿了 当然也不是说 相对有多高 因为在8月27号那天 金额相对的高一些 其实看这个借卷的 一个部分里面 你还配合看台湾50 因为台湾50还寒息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 其实外资它的一个工具 上面是很多的 它台湾50跟借卷市场上面 它可以形成的 所谓的套利 然后期货市场 他们会 而且是整组套利 对 那期货市场上面 跟所谓的现货市场上面 也可以套利 甚至还有配对型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 我们的借卷的金额上面的高涨 它其实跟台湾50呢 还寒息未配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相连度 OK 外资业务那么多 我们自营只是多个业务 然后就被大家看穿 然后把它爆得很大 因为它的动作太大 太大会超越它平常的巨量 应该不要做这么大 自营商 应该要在盘中化于无形 而不是在做巨量巨额 因为它一天买隔一天就卖 其实有时候对股价上面而言 是一定的杀伤力 就不是长久稳定的一个买盘 真的呀 然后都被我们市场看破 这样也真的是 其实没有买那么多 大家也不会讨论不是吗 所以有时候自己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操作者 应该要理解 但是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些灰色地带 结穗的一些管道或什么 但我们也看到 外资工具有很多 对呀 其实外资对于我们 这些台湾上面来讲 它的影响力上面 尤其对于指数上面 我觉得它的控制力 是越来越大 那这是没有办法 市场的一个趋势就是如此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外资开始回补到 整个台北股市的 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我觉得至少对台北股市的 多方趣事上面 大家应该比较正面的上面 去做一些的肯定 OK 那刚刚上一个阶段 也非常谢 属方分析师 倒过来 站在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想法 来提这些策略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他们这么多武器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 不管就资金的流向比 不管是在操作的策略上面 给大家 那因为真的题材太多 如果你每天都跟随着一个 一个题材里面 去做一些的一个 明确也戏称这个行情 叫做烽火轮 你跟着这个烽火轮上面而言 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赚钱 其实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出来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拿今天的资跟券 来做一个举例 其实融资只有增加0.23亿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融券呢 它却创下了近期里面 最高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在这个行情上面来讲 当时候在9593点 融资再往上走 那个时间点 大家都看好台北股市 可是呢 整个一个跌下来的过程之中 在这一波反弹 几乎已经来到前波的高点 代表很多的投资朋友里面 你还是不愿意 做进场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建议 用操作的测试 就是说 你先尝试着 用你一部分的资金 当然你说一开始的时候呢 叫你把所有的资金里面 投进来 其实我觉得有点强能所难 可是在这边里面来讲 你尝试着去做进场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呢 总比你过高之后的进场 会来得更好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里面 既然它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空方的讯号之前 不妨尝试着去做进场 不一定要拿很多的资金 不一定要融资来扩张信用 但是我觉得台北股市呢 在这边里面 我们刚刚有已经举例台积电 如果台积电的融资 甚至台积电的公司 甚至台积电的员工 南科的一个员工 或是竹科的一个员工 他都可以战胜外资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觉得大家呢 不用过度担心 以我目前来看 持平而论 第三季跟第四季 它的一个营收的淡旺季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这么的一个严重 也就是你只要抓对主流 抓对方式 来自于整个台北股市 我觉得现在里面来讲 还是有很多的个股上面 逢低值得投资朋友 去做一些的投资 OK 那今天市场另外呢 当然美国队长 这个带头冲 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 这些题材跟美股连接的 那最近呢 包括了这个 第三方支付的一个部分 要送 当然行政院要把草案拟定 然后接下来立月的开议 是真的能够卡在第一 第一时间来审查吗 那我们也知道 上个礼拜发生数字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台湾到底这一块 是福是货 是多是空 我们做投资的 应该用什么心态 来看这些标的 待会来告诉你 所有手机直播零一五 中港澳门日韩新马应太月 每分钟只要五元 国际电话打零一五就对了 老婆 没事吧 女人啊 总是渴望安全感 所以燕窝 我只选老行家 她纯净天然无天家 每一口都安心 给我最安心的宠爱 老行家 中秋送礼老行家 用爱点亮自闭而新希望 什么是最好的学习 最好的学习 就是在学习的当下 产生兴趣 到佳音体验故事屋 或数位互动教学 就送单字记忆魔法列车 发现独特性 创造影响力 佳音英语 这一路走来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守候 但我却从没亲口对你说 我好感谢你 说不出的感谢 就交给新东阳 无糖月饼 健康上市 你的心灰 哇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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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泉冷盘